房屋及设备修缮义务道约定 终止租赁条件要讲好 不能限制房客以租金报税等等 更详细的内容请上内政部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一旦近视 未加以控制 可能变成高度近视 近视越早 度数增加越快 高度近视 机会也变大 高度近视亦产生相关并发症 严重 可能导致失明 提醒您 二不三要护眼原则 做好孩子的视力保健 多到室外 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预防近视的发生和恶化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看的是 命通财经台 接下来 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 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 来点名 今天整个大盘 跳空开地 今天在大盘 跌下来以后 配合美国的股市重挫 对不对 这里它需要做一个整理 那现阶段来讲 我们看今天的走势 今天开盘 压回 最低点来到哪里 跌了270点 尾盘由稍微的往上拉 跌了179点 小小的下影线 今天你要看的重点是成交量 成交量今天下跌并没有放大 它只有1200多亿 然后它落在哪里 落在月线跟季线中间 所以未来我们预估它在这里会进行一个整理 那还是一样 中间的持股 你手中的持股 差异会相当的大 那首先我们再对照一下 今天韩国 日本他们的走势是怎么走的 今天我们是开盘开低 然后走高 对不对 留一个下影线 但还是大跌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 它也是跟台湾差不多开低 走高 对不对 那恒生开低 走高 日本也一样 那上证指数就直接往上走收红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 大概都是需要整理 但是这些股市它都是拉尾盘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太紧张 那重点还是你手中的持股 那另外就是外资 外资它今天卖超 但是在今天新台币来讲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 今天新台币开盘 贬值 但是一开盘贬值以后 又往下拉 又是升值了 所以不是开高 走高 所以会出的一个几率它不是很大 那接下来就是个股的问题 那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 我们手中的一些股票 今天其实表现得还不错 像6238胜利 它今天只有小跌 环球金 它今天开低走高 它也是小跌的 那中美金呢 它逆势上涨 逆势上涨 那另外一档就是逊德 那手中持股呢 这一档呢 算是跌的比较多 但是它之前也涨很多 那这些股票呢 我都会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的K线 它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整理 持股的差异很大 那有些股票呢 它可能会往下破底 那有些股票 它有机会往上创新高 所以投资人你必须在这一段时间 会比较辛苦 过年之前 必须检视一下你手中的持股 然后做一些调整 那大盘目前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我们看一下道琼 道琼也是 道琼跌下来以后 它也是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它之前从9月 10月 11月 12月一路涨 对不对 其实适度的拉回 对后势 对盘势会比较稳定 到月线跟季线之间整理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OTC的话 它走势会更稳定 这是台湾OTC 它今天留一个下影线 它拉回也是到支撑区 对不对 那重点就是在这里 大盘压回的时候 它是亮缩的 它是亮缩的 所以OTC的持股相当的漂亮 那手中持股当然有一些跌 有一些涨 那我们刚刚谈到过 一些手中的股票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总美金 它今天逆势收红 它未来在这里 它会形成一个震荡整理 那整理完了以后 它还会往上做一些挑战 那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切入 在这里做切入的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从月K线去找股票 中美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过 它足了九年的大底 高档 那这些中长线 它会保护短线 中长线往上走 它会保护短线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月K线 九年的大底 那不是所有形态 这种形态 它都是会往上走 你要配合量价结构 那整个在这个地方 整理完了 到去年的时候 这里量缩掉了 然后出量往上走 对不对 你应该这样看 在整理的时候 到最后筹码不见了 这代表要起涨了 然后再出量 就代表这个底部确立了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一个天量 那这一个天量形成以后 未来所有的 它都是一个买点 我们把这里稍微拉近一下 这天量形成的时候 价钱大概在50块附近 然后它在这里 再往上走 再增量对不对 目前在100块附近 那100块这里 如果整理完毕以后 再往上挑战 它就会挑战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九年的大底 那长线 它会保护短线 所以像今天来讲的中美金 它今天为什么开低 走高 今天大半大跌 它为什么能逆势收红 原因就在这里 它未来的目标是向上的 然后它的筹码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稳定 那它持有环球金 超50%的持股 的股份 它是环球金的母公司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环球金 环球金今天也只是小跌 它的走势呢 其实相当相当的漂亮 这个叫成长股 它不会像大盘一样 进行一个大幅度的震荡 或者破底 那这些成长股呢 它一定有它的优势 筹码相当稳定 因为大股东呢 它都持续了 在持有 法人 一再做一个买进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来回操作了很多次 而且非常的好操作 它只要是一个整理完了 它就往上一拉就是50块 整理 再拉又是50块 对不对 它一直在这个上升的轨道当中 上礼拜我也跟大家提到 它又压回了 那这个地方它今天呢 也是相当的抗跌 我们之前在这一段赚了100块 赚了100块出掉 这里呢 又赚了100多块 这里250到350 100块呢 代表是四成 碳四成 出掉以后呢 我们在10月10月中10月底的时候 大家印象会很清楚 10月中10月底的时候 我们介入了这一档股票 精彩 那精彩从60 涨到100多块 这一段 也是超过了五成获利 对不对 那这一段呢 大概是一个月 那我们在这里出完了 把它出清 出清以后呢 你可以发现 环球已经回来 你又可以可以接得上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再赚100多块 我要跟大家谈的重点 你一定要选对成长的股票 趁它跌的时候 去做一个卡位 去做一个布局 你才有机会 一档赚完 再赚一档 那重点在 第一档卡位 对不对 大盘整理的时候 你要分清楚哪些股票 你是可以介入的 或者哪一些股票 你要趁这几天 赶快做一个出托 做一个换股 尤其是 衰退的股票 在这个阶段内 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往下 做一个破底 我们再给大家 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环球金这里 250涨到350 赚了100块 这是10月中 10月底 11月中 10月底 我们转进金财 那金财在这里60块 涨到100块 涨一个月 对不对 一个月涨完以后 你回来 你还可以再介入环球金 我们又赚了100多块 那现在它在这里做整理 那这一档股票很好操作 跟中美金一样 九年的大底 中美金今天也是一样 逆势往上走 那这些股票都是陆陆续续 最近布局的标的 包括我之前上礼拜 跟大家谈到的一档低价股 九年的大底 对不对 它今天也是在这里 相当相当的抗跌 量缩掉了 这些股票都值得你去布局 趁大盘震荡的时候 好好的把你手中股票 分清楚哪一些该卖 该保留多少现金 哪一些可以低档卡位的 帮我们休息一下 旺旺三六五 消费满五千 享六五折 请洽全省各大百货 运达头部 祝你新年很快乐 一会很悠悠 你来打往往来转转 给你保温靠几年 控日278映 控救控救 022781 0909 运达头部 好坑都在这里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电02 2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联结 求子有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来谈一谈 选得这一档股票 选得今天 它是拉回的 它今天是我们手中持股 今天跌得比较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日K线 它现在压回 又来到它的支撑区 之前这里涨一段 整理了五六个月 对不对 再往上走 然后出量 它今年预估 EPS可以赚到七块钱 那当初我跟大家介入 介绍 选得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 它是做一些PCB设备的 那另外还有光学设备 还有半导体设备 当初卡位的时候 是它还没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19号 整理了五个月 还没涨的时候 这里去卡位 然后它是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谈什么概念 我说基本面的第一季 它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那同时当初会去买逊得 最主要是因为 它是一些机器设备的厂商 那PCB设备 有木得 有大量 有逊得 木得已经往上大涨了 大量也是 对不对 那时候只有逊得 还没有涨 也就是在低档区 那时候去介入 它往上走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木得 股本4亿多 我们当初切入是在这个位置 160 170 当时我跟大家谈 这里是一个头肩底的架构 对不对 然后它一路的往上走 那接下来就是这样大量 它也是一样 它的走势跟中美金一样 方向向上的 那这两档股票 我们都获利出清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介入逊得 那逊得今天有一些 讯息出来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化人类预估它第一季 第一季会比去年成长三成 这跟我当初介入预估的是一样的 这个讯息是1月31号出来 对不对 那第一季成长的股票 你就要怎么样 就要找机会 去做一个压回 去做一个布局 它去年EPS可以赚到7块钱 那今天拉回剩下80几块 那当然本益比 它是相当的低 那最主要是第一季成长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如果它压回的时候 你去第一档卡位 今天不管它怎么整理 你都是赚钱的 那最近它又压回到这个景线附近 那这一档股票 值得大家去做一个留意 那这是PCB设备 还有半逃离设备的 逊得这一档股票 它第一季 它仍然维持一个成长 大概三成的弧度 那上礼拜 我们也一直花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到 胜利这一档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 是车用电子的部分 它今天呢 今天大半了一百七六九点 它今天小跌了一点点 它之前 今天之前呢 它连续的涨了六天 便算起六天 今天大半 重挫 它只跌一点点 开地累累 这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在照顾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上一次跟大家谈到 它的周K线 目前在这里做整理 就跟在这里做整理一样 往上一拉 这一拉都是三五成 对不对 大盘在这个地方到这里 涨翻天了 它没有涨 它是在做整理 所以未来 它很有机会 往上走 尤其 它也是第一季 成长的股票 这是它的周K线 我很喜欢从周K线 跟月K线 去找出 未来有波段潜力的股票 那趁它日K线 拉回的时候 你去递档卡位 你就很轻易的 可以赚到波段利润 像中美金 像之前的金财 对不对 像环球金 都是用这个方式去操作 当然一个先决条件 一个先决条件 它基本面是成长的 筹码是稳定的 然后你从低档去卡位 这个都是我们最近 跟去年 不断的操作的一个胜利的模式 像胜利来讲日K线 这里往上走 今天说小红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压回 也是一样值得付举的标的 我们刚刚谈的这些股票 上礼拜也一直跟大家谈到过 那如果今天压回 或上礼拜的走势 你的股票 跌得很厉害的话 那那些股票 是应该做一个换股操作了 因为未来来讲 大盘会持续的整理 有些股票会破底 但是有些股票 它会往上 做一个最后洗盘 创新高 把握机会 如果你操作不顺利的 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吭 说明镜 手工开运印章 顶级手工银行印件 东西张 材质 一百种 期待张 從胎毛筆免費嬰兒立法 台北2922 6422 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並打透過APP 貨店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年紀 Choose your online 額牌氣密窗 歡迎回到現場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談的一些觀念還是一樣 大盤它都是一個漲漲跌跌 你要專注在每一個階段 去尋找一些未來有潛力的波段股 去做一個卡位 這個階段也是一樣 專注每一個階段 尋找一些低檔可以卡位的波段股 因為它是在輪動 全球的資金行情 今天稻窮大跌是為什麼大跌 因為它景氣太好了 因為景氣太好了 所以它調升利率的速度 的時間會提早 那因為景氣太好 調升利率 所以股票 市場倒窮往下重挫 那台灣來講 目前看起來 是沒有調升利率的一個條件 因為景氣 只是剛剛好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還是一樣 我們的看法不變 你要專注在每一個階段 尋找可以卡位的波段股 然後一檔一檔做 你只有低檔卡位 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對不對 那我帶進 我一定會帶出 帶進帶出 你才有機會 換股再賺 那我記得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在去年操作的一個例子 就跟我剛剛講的 我們環球晶在這一段 250到350 先賺了三成到四成對不對 這個地方 然後再轉進去金彩 金彩這裡60再100 又賺了五成到六成 這樣一檔賺完 再一檔對不對 那你又發現環球晶在漲的時候 金彩它沒有漲 金彩漲的時候 環球晶突破又壓回做一個整理 這個叫做輪漲 包括之前跟大家談到的智原 智原這一檔股票 在去年的時候 這裡大概40塊 我說從周K線去找出 它未來有波段潛意的股票對不對 我說這裡你要跟著我卡位 你可以賺到這一段 後來它有沒有漲上去 這裡大概40塊左右 後來它是漲上去了 後來它是漲上去了 起到多少 起到60幾塊 40幾 60幾 這樣是五成 我說我最喜歡找這種 從周K線 月K線 去找未來有波段潛意的股票 那從日K線來講 它是從這裡漲到這裡 但是後來智原它又持續往上走 智原這一檔股票相當的彪悍 我給大家看一下 40幾漲到60幾 後來它又漲到80幾 整理了兩個月又上去了對不對 那這一段我沒有賺到 我只是跟你談 我們從用這個方式去找出一些 未來有波段潛意的股票 而且我找的都是須有長線 大波段的股票對不對 那我賺了這一段三成到五成 後面這一段我沒有賺到 但是這裡出清了以後 我們把資金轉進美其馬 美其馬又賺了三成 事實上跟這一段差不多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智原 這裡出掉以後 它在漲的時候美其馬再疊對不對 然後轉進美其馬 這一段美其馬我們又賺了三成出清 這個叫三成以後 再三成對不對 智原後來漲到八十幾 如果四十幾到八十幾它是不是又一倍 四十幾到六十幾 是不是可以賺到大概五成 不管你有沒有換股 如果你選對的是一個成長股 在第一檔卡位你就有機會賺到大波段利潤 我在今天我談了很多 最主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操作觀念 專注在每一個階段去尋找每一檔股票 去做一個卡位 我記得上禮拜 我跟大家談這一檔 也是九年大底的低價股對不對 它今天表現得很漂亮 那這些股票它都值得你紅低去做布局 上禮拜我跟大家談到這一檔股票 我說它會往上創新高對不對 上禮拜它是收黑的 它今天逆勢上漲 那今天逆勢上漲的股票不多 逆勢上漲的成長股也不多 那這一檔股票它就是逆勢大漲往上走 11點以後它就已經是收紅了 那類似這種股票操作不順利的 你一定要趁機會去做一個卡位 今天大盤再跌 這一檔股票它竟然往上走了 這代表它是一個最後洗盤 類似這種股票操作不順利的 把電話撥通 我幫你調整支持股 我幫你低檔卡位 我帶進我一定帶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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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